咬人是猫狩猎行为的学习过程 猫是完全的肉食性动物 在食物链上扮演着劣势者的角色 因此它们从小就有狩猎行为 这是一种天性 演练的对象就是母亲或兄弟姐妹 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咬的力道轻重 但是当猫咪被人类带回家死养后 这些学习及练习的对象就不见了 于是练习的对象就只剩下人类了 因此猫咪咬人就是一种狩猎行为的学习过程 属于正常现象 有些猫咪之前可能在外面流浪 野外流浪的生活充满了艰辛 对人的警惕性也比较高 攻击力也就会比较强 在被收养之后仍然比较胆小谨慎 短时间内不容易接受人类 猫咪压力大或者情绪不佳的时候 也会对打扰它的人产生敌意 所以也会咬人 另外猫咪在发情期脾气比较暴躁 也可能会咬人 猫咪咬人 还有可能是 它以为这是在跟它玩耍 建议主人耐心地改正 它咬人的这种不好的行为